我们来关注一条特殊的路段 那这条路啊 在车道的上至设置上呢 和其他道路非常的不同 原因是因为因地质疑的 采取了特殊的设计理念 不过这种设计 当初是想要避免事故的初衷 却是没有达到 事故频频在这发生 究竟是为什么呢 来关注一下 自行车 小客车 公交车 电动车 这一步步的惊险妄急 都发生在被于海淀区的 中关村北大街上 是事有蹊跷还是人为原因 这个路段为何总是被笼罩在 事故的阴影之下呢 南边呢是清华大学中关村 北边呢是上地 因为这上地产业园区呢 它这个就业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早晚高峰呢 车流量比较大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这条路承担着 十分繁重的任务 而且这里的车道布局 也是与众不同 这块呢设计比较独特 公交车道呢 在这个社会车道的中间 社会车道在两侧行驶 这种设计方式呢 应该是避免了公交车 与其他这个社会车辆 包括飞机用车什么的 好多交叉 提高了这个通行效率 而且呢 咱传统的这个公交车的进站 都在这个路边 跟这个飞机车道有一交叉 好多车辆那个进站的时候 就影响那自行车行驶 而且也经常有跟自行车 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 所以说这种情况设计呢 也避免这种交叉 在道路附近的过街天桥 俯瞰下去 这条路的最外侧 是两条非机动车道 然后是上下的极度的几率 可实际情况 却为何会让人有些失望呢 有的车辆进入公交车道行驶呢 跟这个相应的公交车发生交通事故 这是一种常见事故 依照规定 社会车辆是禁止驶入公交车道的 而这两条公交车道 并没有现实规定 也就意味着 社会车辆是全天禁止驶入中间成绿 而且还有可能造成自己的 另外一项违法行为 因为这个公交车呢 有单层的 有双层的 如果跟在公交车后边 这个距离比较近的话 通过路口的时候 有可能看不到这个信号灯的状况 有经验的老司机都知道 跟车不跟大行车 这样的经验之谈 为的就是避免驾车盲区引发事故 此外 为了配合公交车道 在道路中间的特殊设计 在公交站台的连接处 都有过街天桥的触角延伸 可这条安全的通道 在有些人的眼中 却成了透明的 行人下车之后呢 在公交车站台应该有这个天桥 应该按照天桥呢 通过这个道路 走到这个道路路边 但是有好多那个行人 为了图省事 在这个公交车道里横穿 为了少走两步路 这种情况也有发生交通事故的 这几位行人 沿着公交车道一路前行 神态自如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这边的两位姑娘 也在公交车道里谈笑风声 而这位女士 先是左右观望了一番 随后趁着公交车之间的缝隙 一路小跑 连穿两条公交车道 这还不算 面对随后的两条机动车道 更是一步做二步修 加快脚步穿行过去 记者在过街天桥上 半小时的拍摄中 类似这些行人的违法举动并不少见 而实际上 只要多走两步路 就可以用危险换来安全 只可惜 在某些人的心里 这杆天平湿了横 同样一身犯险的 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 通过兼顾画面可以看到 一枚下了雨 路面上有些湿滑 南北方向的信号灯为绿色 也就是说 公交车道上的公交车 属于正常通行 可就在两辆公交车的空档处 偏偏出现了一名 闯灯横穿的提车人 结果彻底击碎了 他的横穿计划 在这个路口呢 有这个自行车和这个行人 违反那个交通信号灯 只是进入路口情况 有的自行车行人横穿的时候呢 只观看了这个 社会车道的车辆 而没有注意光看这个公交车道 车辆情况 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呢 从这车这个车缝里穿出来 有可能从这公交车前边跑出来 所以说呢 其他的车辆可能就独转不及 发生这事故也有可能 民警所说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比如下面这名汽车人所经历的一幕 在南北方向公交车正常行驶的时候 眼前这辆电动车却硬生生的闯了进来 眼间侥幸躲过了大公交 可没走两米就被隔壁机动车道上的小客车撞到 类似的情况不止这一幕 一辆出租车在游北向南直行通过路口时 突然冲出了一名汽车人 双方躲闪不及撞在了一起 其车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同样是发生在中关村北大街上的一幕 晚上十点多 这辆黑色轿车左前大灯破损 右车灯闪烁不停 而距离车辆左后方不到两米的地方 导致一辆电动自行车 地上有一滩明显的血迹 据这枚司机讲 当时他游北向南直行 在通过圆明园东门这个路口的时候 在他前面行驶的一辆解打车突然停住 他往右冰线 当发现骑车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 于是将骑车人撞倒 上面几几事故中的骑车人都受了伤 用自己的违法行为换来皮肉之苦 实在是得不偿失 这是记者在晚高峰时段拍下的画面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不少骑车人面对眼前的一抹红色 视而不见闯灯而过 而依照规定 他们不仅要等待绿灯放行 还应该从人行横道处下车推行才对 可交通法规的规定 却早已被这些骑车人抛在了脑后 正是因为中关村北大街路段车流量大 相关部门才特意采取了特殊的布局方式 减少不同车型的交叉点 通过人行横道实现人车分流 可这一切的鲜血更需要的 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积极配合 这一起击交通事故和一幕幕违法行为 就好比是一面放大镜 看似微小甚至都是细节 但其中暴露的却是驾驶礼仪 以及文明功德方面存在的大问题 红绿灯记者宋陈报道 的确一个规范而且良好的交通秩序 除了要有硬件上的各种设施作为保障 更要有软件上的每一个交通参与者 从我做起的努力 交通生活当中 大家都有我为人人的坚守 最终也就是人人为我的平安环境 你说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佳音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监视器 一路平安 佳音相伴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监视器 在路上不管是驾驶机动车 还是飞机动车 都要讲究风度和礼仪 如果忽视了路上